What's going on, guys? 我是凯芬 我是Brian 这是我们的老司机Colin 我们今天又去吃饭了 对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一家火锅店 然后这家火锅店 其实我们上周刚刚去过一次 但是非常感觉还可以 所以说趁着差不多要春假了 然后我们准备再去吃一 这是我剪好头发以后第一次上镜 非常难看 非常丑 就是大家不要嘲笑我 我们现在刚刚那个点完菜 然后那个饮料已经上了 然后上礼拜来的时候 我们也点了那个饮料 就特别就会很好喝 就是白香果和绿茶的那个是吧 然后它不是那种很甜的 但是比较好喝 这次换了一个别的 这是芒果绿茶好像 然后这个就是普通的奶茶 Kevin你点了什么 健康生活 Kevin今天帅 Kevin今天 Kevin今天3.5 九分几个 因为这家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它的服务特别好 就是服务员态度特别好 对 然后是特别是我们上次来那个 那个小姐服务态度真的特别特别好 装房整体风格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 除了上面它蛮奇怪 它是有一个 有个屏幕在我们的上面 然后它会一直变化 但是这一导致就是这里的灯光就是 会就是时好时坏 吸引我们的地方还在于就是它又好吃 而且价格很便宜 我还一口没吃 味道还行 首先是这个是什么自然羊肉 就很浓的那种就是感觉火锅里面会有的味道 就是稍微咸了一点 然后这个是那个小章鱼 美妆博主手势 这章鱼比较好吃一点 我觉得这还可以 我第一 哎哟 他妈的就知道吃 吃饭桶 今天篮球狂虐击Kevin 我20 assist 因为我被他们双人包夹就值得助攻 那是狗屎 OK 外面打开 Let's go Fight 老公说他不愿意拍我说我每次吃饭就知道吃不讲话 所以今天你们看他吃饭啊 Kevin前面说我今天look ugly as fuck 没有没有 大家怎么感觉 但是我 大家可以留言 但是我也有点觉得 大家可以rap 我真的 我感觉是3.5 因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点了什么东西 我点了一个台式麻辣锅 然后我有刻意把那个猪血换成鱼丸 因为上次Brian吃的时候 他们说那个猪血不是很好吃 然后我就把猪血换 然后我今天点他们是以最招牌的一个台式臭臭锅 然后我也把猪血跟大成给换了 我今天点了一个这个台湾的辣锅 感觉不错 你看我还加料 你加了什么 加了个金针菇和鱼 我倒还要加饭 我感觉这完全不够 他那边还有蛤蜊 很好吃个空的蛤蜊 我很喜欢这种丸子 我其实一直在幻想说等我到主校以后 我们外面租房子 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会想要想要买很多食材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做 但是问题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室友就是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就是他没有就是他吃完你还洗盘 你知道对你知道这种roommate就是需要 就是两个人他都很喜欢做这种东西一起做 他肯定是不会做的 他来坑我的吃东西就很 所以你这个roommate是谁啊 大家懂的呀 好吃懒做第一人 我操逼上好吃懒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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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服务员不是很积极吗 你妈的福都不够到 你把人家站你后面 你要不讲讲看你最喜欢就是我们吃两次 你觉得你最喜欢吃里面的哪几个食材 我上次点的是那个浴室味噌汤 然后就口味比较淡一点 然后我吃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牛肉片什么 没有特别好吃 但是吃那个时候感觉一些海鲜什么挺好吃 然后但这次点了一个辣锅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丸子还有肉什么特别好吃 我觉得一个是他的肉还不错 然后他的什么丸子基本上都没有什么 就没有什么难吃的东西 除了那个我上次说的内脏那种就是 我觉得这里一般 要聊聊你这个coronavirus 对你这个spring break 影响是什么 本来说要去LA 想要去这间波比 然后也本来后来想说想去Florida 因为从来没去过 就是各种考虑下来还是觉得算了 加收点有点恐怖 有点恐怖 最近其实 就这几天我们周也有 也有那个 也有新的病例了 所以大家其实还蛮紧张的 Micheal Micheal已经不出门了 就是他已经自闭把自己关在家里了 Micheal差的特别是 Atlanta发现那两个病例那天 他突然就 因为他住我对门 我门就咚咚咚咚咚响 然后Micheal过来大叫说 来了来了来了 为什么不太死了 很多人来了 你看 Atlanta现在有两例了 来了来了 我已经完蛋了 我本来spring break 有个很大的计划 我本来是想去Orlando四天 然后两天Disney 两天Universal 那现在计划是什么样子 现在计划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订了那个Airbnb 在Orlando那个 然后 结果退的话 你就要交60%的那个钱 就相当于说 不太值 不太值 我可能去海边玩一玩 然后就不怎么出去了 就当去那放个假 然后顺便就不用洗那个宿舍 我就可以洗个 稍微舒服一点的澡 但我觉得他那个防范意识还是得加强 对 这点是美国人自己的防范意识要加强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防范意识 还稍微弱了一点点 吃得怎么样 很赞 你上菜 已经吃完了 加饭 你怎么吃这么快 我很饿 我这个锅里面东西好像感觉品种有点少 我觉得还可以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这个吗 粉丝是吗 因为他离我们学校主校挺近的嘛 然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之前我在Instagram上看到我同学 他们有点这里的外卖吃 所以我感觉如果有外卖的话 其实还是个very good offer 就因为这里的价格真的很便宜 像我这样一锅 我这锅就只有14块美金都不到 所以就就像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吃个吃个麦当劳的夜宵 一不小心像Michael那种 你就像Michael那种儿子 Michael每次必点一个东西 他每次一个人吃25块钱左右 所以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跟爱琪点外卖的时候 然后他因为都是我父亲 因为我有那个会员嘛 每次我和Kevin两个人点外卖 就是夜宵 基本上20块钱最够了 然后他一来 我们三个人一点50块钱 就是50块钱 然后这个人呢还不喜欢还我美金 他喜欢还我人民币你知道吧 然后每次就啊 每次跟他吃完饭 我就感觉自己少了一笔钱 我现在 巨宝 我现在真的去饱 就是他就是 就看着没什么东西 然后你不知不觉不知不觉 你就吃了很饱 用电子产品 就特别不行 虽然说什么computer science课我根本学不了 老样子 先来评分 如果6分及格 我觉得可以打8分 性价比非常好 然后口味也不错 然后顺便就是你可以吃的非常饱 然后服务也还不错 虽然这次好像没有上次那么好 我来评分 我也是我也觉得8分 虽然你要从全火锅的角度去评价的话 它其实一定是有更好吃的火锅 特别在中国 但是在美国就是亚太大这种地方 能吃到这样的火锅 然后这个价格吃到这样的火锅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满足 哦啦啦啦 3.5 为什么 肚子太饱了今天 吃醉了感觉 今天能吃一点吗 给4分 感觉还不错还不错 就是还能吃一点 第一次可能5分 这次只有4分 还是看我跟Colin的这种评分为主 好吧 他这种就是搞笑一下 搞笑一下 饭桶吃麻辣的评分 Anyway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收藏 如果能够关注的话 就再也不会做任何更新的视频啦 拜拜 Rip Michael Rip Michael Rip Michael